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来跟大家说抱歉的 因为实在是太久没有来了 最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都没有办法来更新视频 主要还是因为太忙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我自己的化妆刷 马上就要上市了 所以呢一直都在忙这部分的事情 然后也耽误了就是普通的更新 今天呢我就想跟你们分享 我最近买到的几样 我用的比较顺手的裁妆 然后也算是一个更新 反正就边聊边话吧 可能我去录的时候 可能说的并不多 但是至少能看到活的我和讲话的我 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忘记 然后还会穿插用一些 我正在打样的刷子 它们还不是最终版 但是会给你们一些剧透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 喜欢看今天的视频 现在妆容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好看 也比较适合夏天 我特别喜欢这个唇膏 如果你们想知道这是什么唇膏呢 就继续看下去吧 不知道今天这个灯光怎么样 我今天用的是我化妆镜的这个灯 我没有用自己的打光灯 可能会稍微有点偏黄吧 我现在这个viewfinder里面看 是非常黄的 然后呢 再加上我最近皮肤不是很好 抱了几个痘 然后我其实已经在调养了 就是我把红补品都换成 哈巴的一些比较温和 比较不敏感的一些产品了 无视我这些痘痘啊斑斑啊 而且我今天戴隐形 这个隐形呢是这个牌子 同样是pink icon 他们寄给我的 然后我今天戴隐形眼镜之前呢 有滴这一个 狮王的隐形眼镜 应该是润泽液 就是像低眼液的那种 然后你戴隐形眼镜之前 把这个滴进去一两滴 然后再戴 非常非常舒服 不会有任何的异物感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效 我头发其实刚洗 然后没干 所以大家就请忽略 OK 首先呢我最近非常喜欢的是 这个za的一款妆前乳 它是spf25 它这个质地非常非常像 Sofina的那个控油隔离日版 非常非常像 我给你们看 它也是这种涂改叶的质地 包装有点像小香 然后一般是用这么多 它有一点点米黄色 然后呢把它推开之后 直接点在脸上 它的质地跟Sofina 简直是一模一样 然后你上脸以后呢 它会呈现一种柔胶的妆感 然后它对毛孔呢 也有一定的修饰 这款产品真的是太屌了 就如果Sofina不太好买的话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新款 这是我在新加坡去城市买的 价位也非常便宜 然后它的毫升量 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用完 是25毫升 OK YSL气垫非常火 最近呢它们推出了这个 这种新兴点点的这种包装 然后呢 我其实对它磨合了将近有一个月 一开始我在微博上写 我觉得它很干 然后最近呢 我用了一个新的方法去上它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在气垫产品里面 它其实很持久 首先呢 我先用它里面这个粉铺 直接沾它里面的气垫里面的这个 点涂在全脸 我用的色号是30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暗 特别是在没有推开的时候 推开之后呢 它跟皮肤融合的就比较好了 它这款气垫的色号呢 偏白 所以大家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它10 20 30这样 20它其实不是黄二白 其实我觉得有 有点像粉100 然后我先这样子把它点在脸上之后呢 拿一个美妆蛋 然后最近我特别特别喜欢 还是这个RT 拿这个Fix Plus MAC喷湿这一面 用这个蛋蛋去推 它的妆像是这样的 刚才的这一层呢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轻薄的遮瑕力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就继续刚才那一步 用里面这个多沾一点 比如说我觉得 这边遮瑕力可能不太够 然后我可以再加 但是呢 千万不要直接用你这个蛋蛋海绵去沾 这样的话你会把水分什么都带进去 这样会让里面的这个 粉线会污染嘛 OK 它还是会能看到一些斑点 这是毋庸置疑 它的这个遮盖力 算是中下 就是它不可能叠加到 能够把你的这些斑点呢 痘痘都遮住 但是它本身诉求就是 比较轻薄的一种起点 那我觉得它这种妆像 我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如果你直接用它里面的粉铺去 按的话它会 它会比较干 真的会卡粉 我觉得是因为它这个本身的粉质是比较偏干的 所以如果你用粉 这种淡淡去上的话呢 它会让你的底妆有一点水雾的感觉 如果你也拥有这款气垫 但是用的时候觉得很干 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 然后接着呢 我就来遮我的痘 遮痘呢 最近我在用这两个产品 其实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推荐的呢 是这个 essence的这个 很平价 这是德国的一个牌子 开价的 然后里面有两个一深一浅的 膏状 你看我这个已经用凹了 我几乎天天用的就是这个 然后最近用的比较多的呢 是这一款 这个是Bobbi Brown的 已经买了很多年了 色号是beige 这款其实主要是用来遮黑眼圈的 但我觉得这个黑眼圈呢 会有点深 而且会有点干 一般都是用它来遮痘 这个颜色是膏状的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偏米黄色 浅米黄色的粉 看得到吗 我为什么很喜欢用它来遮痘呢 是因为这种产品 它可以反复叠加遮瑕力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我今天要用的这个遮瑕栓呢 是我即将要上市的 如果你关注我微博你就知道 其实我在六月份要上市一套 我做的一款化妆刷 那我跟他们合作的这一款化妆刷呢 将会在六月份上市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呢 是打样刷 就是它不是最终版本 这个你们不要去看它的改 它都不是最终的 但是这个头是已经定下来的 是一个这种形状的头 然后它稍微偏长一点 也是圆润的 但是还是偏尖 然后像这种头呢 很适合去遮痘 现在呢 我来拉近给你们看遮痘 现在我这边有一颗痘痘嘛 我就用这个Bobby Brown里面的这个膏状 用我的刷子沾 点在痘痘上 你把它点上盖住就可以了 遮痘痘的 一定要用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遮痞膏 不可以用有提亮效果 或者偏粉的 一定要用偏黄偏暗的颜色 像这个Bobby Brown 我选这个跟我的黄二白的肤色 就比较搭 像这样它就已经遮住了 你就用手 这样把它边边推开 这样就遮了一层 接下来呢 用一个 就比较毛一点的刷子 沾这个 取一点点这个黄色的粉末 不要太多 按压 这样呢 它就把第一层遮痞膏 进行了一层定妆 然后你再去遮第二层 反复的去盖 这款的遮痞力 我觉得比那个要好 我觉得我今天遮的 还不是特别好 再用这个 更干 越干的遮痞膏呢 它的遮痞力就会越高 而且不容易移味 嗯 这个一下就遮住了 我会建议大家 随身带遮痞膏去遮 它很难维持 一整天都不脱 就是太理想化了 不太可能 而且你也可能手痒 会去碰它 但是像这种程度呢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们会看到 我有一些黑眼圈的问题啊 什么的 一样可以用这个遮瑕刷 你们都知道 我最近很喜欢用的是这个 SD啦 我这个地方就快见了 因为之前的视频 我也演示过了 先遮黑眼圈 我看 我现在这个样子很奇怪 待会儿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最近喜欢用这个盘子 你像其实这种盘子呢 它里面有很多 非常鲜艳的颜色 其实我们一般在用的时候呢 很难去直接用 最深的那种绿色 或者是最鲜亮的橘色 那这个时候呢 我现在比较喜欢用法 是直接混合 像这种肤色和绿色 来混合出一种 偏绿色的肤色 用这种偏绿色肤色 再去遮泛红的 会比较自然 好过你直接用绿色 因为你可能有时候 约染不好 会看起来有一点点的绿 或者是你用这个橘色 会看起来有一点点橘 你可以选择用手指 因为你手指有一定的温度 你去把这个 膏妆的产品推开 它会非常非常贴合 现在呢就是 膏妆的底妆都上完了 然后选择一个蜜粉去定妆 我今天用贝利菲的 这个呢是我看KT种的草嘛 然后我是在买货网上面买到的 它这个外观呢 我其实不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特别廉价 首先它是这种圆润的花瓣 我很不喜欢圆润的花瓣 我觉得有点密集恐惧 然后它里面打开以后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粉扑 但是个头不是很大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有弹性的网面 然后你可以沾去 但是我发现这个网面的取粉呢 它有时候很难均匀 这个下面刷 这个是我昨天才洗过的 换一把小一点的这种腮红刷可以 然后就直接沾 你看它有时候会取得比较不均匀 你可以在上面轻轻的这样子去刮 因为有时候你用的动物毛的刷子 比较珍贵嘛 我这把也是一个打样刷 也是纯动物毛的 所以你要稍微轻一点 然后现在取满粉之后呢 我就定妆 我这个刷的上面好像要塞红 说实话我不是非常喜欢这个蜜粉 我觉得这个蜜粉呢 比较适合干皮 它的这个定妆力啊 我觉得 嗯 怎么说呢 这个蜜粉很像Kitty口中说的 就是不会让你底妆产生太大的差异 就你们看我定妆和没定妆 除了稍微光泽感呢 有一点点的变化之外呢 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嗯 这个刷子不太适合定妆 我还是用我的蜜粉刷吧 还是用蜜粉刷定妆 然后底妆差不多就化好了 你看刚才呢 这个痘 它过一会儿还会显现出来 对不对 我可以选择现在加强 也可以选择我整个妆容化完之后 再去加强 它这个蜜粉定妆真的非常非常自然 眉毛最近我比较喜欢用的还是我以前的产品 SANA Newborn的一个眉笔 色号是B9 比较适合就是你头发稍微有一点染色的人 接着我一般是先用这边的刷子 我今天好严肃哦 因为现在是晚上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是很high 今天这个光线好黄哦 特别特别奇怪 我把这个光线调一下 这个是我最近上班天经用这个眉笔 特别特别快 挺自然的吧 我今天用一个染眉膏好了 也是KISS ME的 我染眉膏很少 基本上呢我都不太用 然后唯一比较喜欢的就是KISS ME 这个色号是04 今天的眉毛画的好平 我觉得色味有点不太满意 可以把这个色味的往上 OK 然后接着呢你一定要等你的这个染眉膏干了之后 再去做什么鼻影啊之类的 不然你会弄脏兮兮的 现在先上边用唇膏 我头发还是没有干 我最不喜欢头发没干半干的这种状态了 稍微的飘逸一点 我实在受不了它夹在我头上了 因为我的头发非常细软 细软的发质其实特别特别难干 如果你头发粗一点 还其实挺容易干的 这就为什么有时候洗纤维毛的刷子 纤维很细的那种刷子 它干的特别慢 反而像羊毛啊 粗一点的马毛啊 这种刷子会干的比较快 喝点水 接着呢我们化眼妆吧 什么都不说了 先上眼影大底膏 还是我的Mac Paint Pot 最好是Paintly 为什么我今天这么的不嗨呢 可能因为太晚了 现在时间是晚上8点41 我本来今天想下午的时候录影的 结果午休 一下就睡到了6点半 下午就直接睡过去了 我特别特别不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你让我只睡20分钟 我觉得这个午休就是比较好 我是因为没有午休习惯的人 我中午一般不睡觉 结果我一睡就昏睡过去了 所以今天的整个计划都打乱了 没办法 好 我们今天化什么眼影呢 我今天呢 化一个我前几次都没有化过的眼影 是这个 ZOEVA的新盘子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美 Basic Moment 它同时还有一个 这个盘 修容高光 还有腮红盘 非常貌美 我先给你们看 这个眼影盘呢 我其实本来是想要做教程的 可是它真的非常简单 都是这种大地色系的 那我觉得它的配色很基本 像一般的大地色眼影盘里面有的颜色它也都有 那这一盘我觉得比较好的呢 是它的粉质 我觉得较以往而言做的更好 然后呢它的哑光粉质尤其的比之前的呢 要弱弱 弱弱很多 像我随便摸一个这种偏肤色的颜色 它都是很弱软的非常好 然后刚才摸到的是一个比影色 很深 然后像这边呢 它这一排全部都是亚光 这一排全部都是珠光 它这次的配色呢是非常实用的 修容腮红盘呢 我会觉得非常惊喜 这个大小呢 是它们家的经典的三色的盘子的大小 然后里面呢 有一个修容 有一个高光 还有一个蜜桃色的亚光腮红 非常像 贝灵菲的蒲公英 你们都知道我很喜欢 但是这个是一个偏 是一个纯哑光的 那贝灵菲那一块呢 就是有一点点珠光嘛 那其实你可以跟它这个金色混耍 它这个金色也很美 是附金色 不是那种非常非常亮金的颜色 但是我不是很白 如果你很白的话 这个颜色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偏黄 然后接着呢 这一块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亚洲人去做 亚洲人去做修容的颜色 它非常非常地正 不是很灰的那种 它没有Kalvinder Coan的那个灰 然后也没有NARS的Guna那么黄 是介于中间的亚光色 非常适合修容 用这个盘子里的第一个亚光色来打个点 看这显色度 我只是没有把鱼粉抖掉而已嘛 大家要知道我这是第一次用这个盘 我也不知道这个盘怎么样 用一个这种类似上面比较圆润一点的这种刷子来画鼻影 这种刷子来画鼻影比较不容易出错哦 我占取第二个颜色 这个颜色好浅哦 我觉得可能不是太适合我作为修鼻影 我想试一下这个 混合这两个吧 这个颜色偏灰 它是用刚才这个比较扁一点的这个刷子 它的大小比较大 但是整个的形状还是比较适合去叠加颜色 因为它会比较扎实一些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去沾 沾这个 去做一个颜美的稻妻 是不是非常非常自然的颜色 好自然啊 OK我打算用一些比较深的颜色了现在 我刚才没有讲 我觉得这盘的颜色呢特别的柔和 因为它的配色范围呢不是非常宽 它最深的颜色也就只是这样而已 你看这个颜色 OK取一个这样子的小刷子 扁平的铺颜色的刷子 占取这个金色 这是它的金色 不是非常非常的饱和 这金色是那种 不是很金的颜色 就是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肤金的 它不会像南瓜盘里头的那种金色 那么的圣诞 那么的金光灿烂 不会那么金丝红 这个颜色就是比较柔和的金 比较高雅的 又气质的 叫Waiting 这个是什么 有点偏 巧克力 就红 这种深咖啡色的深棕 但是是珠光的 然后用一个 这种圆头的 有点像晕染刷的这种小刷子来沾 然后加深呢 你的眼红 这把刷子的刷型呢 它就比较适合叠加颜色 顺带晕染 所以看得出来呢 我已经把它晕开了 然后晕开的效果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颜色 用这把比较大的这种 脸头晕染刷呢 沾取 上面这两个颜色 来做一个最后的晕染 它有一个高光的效果 就是让你这一块整个亮起来 差不多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顺带打一下鼻梁上面的高光 最深的颜色 用一个这样的小刷子 沾取它最深的咖啡 压在你的最眼位的位置 这盘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深的颜色 来镇住你的眼妆 整个颜色都比较柔和 我今天画的感觉就比较灰金 现在比较流行这种颜色 然后现在你的上面的眼妆呢 就完成了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你想要再提亮的话呢 它有一个这个颜色 叫做Liquid Lock 用这个小刷子呢 沾这个颜色 打亮的效果并不是太好 这个颜色并不是很适合打亮窝残 我觉得它可以用这个金色 这么看我的窝残真的好大一通 嗯 好 然后最后还有眼尾这一块空缺嘛 然后用这个 这个偏红一点的棕色 棕色的出光色 来填补 沾取它这个打亮一下眼头 我怎么说这一盘呢 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日常 就是日常到我可能都觉得它太过自然了 然后接着呢我们来加睫毛 然后就上眼线了 测试一下我新入的美宝莲的眼线胶笔 这两个 一个黑色一个棕色 然后它叫Everlasting Gel XSS XSS我猜它应该是说它的笔很细 哇真的好细啊 嗯OK 扭出来了一点点 哇哦 我觉得还蛮黑的 拍出来并不觉得很黑 嗯也是很浓郁的 嗯觉得应该会很好用 我先用这个黑色画我的上眼线 基本上看不见 它这个好细哦 哦好硬 嗯 这个笔心好硬哦 不行太硬了 这个完全没办法画那眼线 你会疼死的 我现在画外眼线 OK 我觉得它很细 然后呢 为什么突然间有人 它真的很细 然后也很黑 但是它偏硬 你在描绘眼皮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的拉扯 然后 如果你眼睛很敏感的人 你可能会觉得用这个不太舒服 而且因为它很细的缘故 会有点刺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吧 我要今天画全包式的眼线 看得很拉扯 这个是我以前非常喜欢的Evershot Liner 看得出来的 看得出来的 它的笔头粗很多吧 但这个就很丝滑 看出来了吗 轻轻的震哦 它完全不会拉扯我眼皮 不像刚刚的那个 我要使劲的去来回的去填 去涂它才会上色 这个就很顺滑 我还是更喜欢它这一款 但是这一款新加坡已经停了 然后国内也买不到 我还蛮伤心的 如果 你们想找替代的话 就去找MSH 它们也有这一款 超级的好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 它们会停这个 全包式的画完之后 会看起来有点凶 这个时候呢 再拿出来我们的小盘盘 这样的刷子 拼头的 我这一款也是打样 但是我最后会有点改变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我想要的样子 我就签 将就的用这个板 或者是这个板 这个 去把眼线 稍微晕染一下 上面呢 我喜欢用这样的小刷子 在眼线的上缘呢 画出来一个 比较明显的倒V 然后接着呢 我可以画一点假睫毛 然后再把我的真睫毛刷上 然后再贴个假睫毛 就可以了 我今天用的是 这个 植物乐园的 Botanic Farm的睫毛膏 然后我觉得它的卷翘 效果还不错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短 所以 我特别不喜欢刷睫毛膏 我觉得特别费劲 下睫毛呢 我还是打算用画的 画下睫毛我最喜欢用的是 美少女战士的这个眼线叶笔 不知道 我觉得用它很顺手 然后它很细 前两天 刘星 老刘 Hitomis 他在微博上发了一个 画下睫毛的教程 我觉得特别厉害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有兴趣的话 然后我觉得画下睫毛 最好就是稍微笑起来 让你的卧蚕碰起来这种 如果你不是像我这种 有很强的卧蚕的人 你可能比较平 其实反而会比较好画 所以也是要多练习 下手呢要果断一点 不能拉的太慢 不然它就会很粗硬 但是你要选那种下水比较力的 不能选那种已经快干了的 然后也不能选择太粗的 就能 就不会画出来很自然的线条 OK 眼睛就算结束了 OK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眼影 它真的特别特别的自然 我今天好像用了很多颜色 几乎都用到了 OK 然后接着呢 我比较喜欢的 其实是它这个盘子 首先呢 刚刚讲过了这个修容嘛 它很自然 我先来修容给你们看 用一个这种斜角的胸肉刷 都取上粉了之后呢 就是吸下来 从病角到嘴角 直接一下刷下去 特别果断 它这个契合的呢 一定要用短毛对病角 长毛对嘴角 这样去刷 是不是很快很明显 这是最快的修容方法 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想要 比较柔和的线条 你可以刷这一笔下去之后呢 再往上戴 嗯 就让它这个区域呢 就让它这个区域呢 变大 然后最后这个下面的这个位置 我一半也会最后刷一点 然后慢慢再往上戴 如果你想要修圆脸 你就把这个整个这个位置呢 都刷上 这块我比较喜欢竖着刷 嗯 如果你是额头比较大的人 或者是你病角 毛发不是特别多 像这个位置呢 你也可以 直接用这个顺着毛发往里刷 嗯 这样就是修过了的 这只是修容啊 还没有上高光了 你如果想要让下巴显得很长的话呢 你也可以反过来 这样往后刷 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有没有那么耐心了 我一般呢 是不会 白天上班是没有那么多耐心的 然后现在是刷腮红 腮红呢 用一把腮红刷 这腮红刷是比较 呃 偏这个蜜桃形状的 然后呢 用这个 嗯 蜜桃色 它们俩还挺搭的 然后粉取到之后呢 它这个不太非粉 这盘特别的不非粉 我觉得粉质特别好 然后均匀的取到 上去再去一点 均匀的取到 我很喜欢黑色的这种面部刷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取了多少粉 包括 散粉 粉饼 高光都很明显 苹果鸡刷 特别自然吧 这个颜色 我觉得刷腮红笑起来还真挺有用的 因为你会让这个地方的肉更紧 啊 这个完全是不可重手的一个颜色 我喜欢 鱼粉我会带到下来 好了 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很好看吧 接着呢 就是这个高光 高光呢 用一把高光刷 这种 上面呢 比较圆一点的 然后整体的size 比较小的这种刷子 其实你甚至可以用这种扁的 但是它的侧面就会比较宽 然后我一般是比较喜欢用小的 然后来这样 沾去 均匀取到粉 刷在这个区域 我今天没有刷在这边哦 我就想让它的颜色都集中在我的脸的中间区域 我觉得这个高光特别好 不太鲜毛孔 它比较低调 很好看耶 我知道这一盘很好看 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我在直播里面 已经跟大家种多草了 OK 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大圈 看一下效果 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痘有点呼之欲出了 你肯定会碰到的 像你上这种产品肯定会碰到的 所以呢 你还是需要最后去补救一下 已经非常不勉强了 遮痘是一种很执念的事情 如果你非常非常的强迫症的话 你永远都遮不到 因为它会 怎么知道你都会看到一点点 但如果你稍微的不要这么注意的去看 其实是不明显的了 你要针对看我的眼睛 你就看不到我的痘了 然后最近呢 我入了一个超级喜欢的唇膏 颜色方面 质地方面我还没有用几次吧 但是我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是Colourpop的新款唇膏 Blotted Lip 然后是这种包装 然后呢色号是Candy Floss 颜色是这种土橘色 嗯 上嘴超好看 我打了底上的话就是这样的效果 如果你不打底的时候呢 还是这样的颜色 我觉得在镜头里它看起来特别的橘 其实没有这么的鲜艳 它还是比较低调的 打算再去多入几只这个系列的唇膏 用一个新的我入的这个Wendy K 这个是All Natural Science Spray 然后我之前也有过他们家旧款 是长这样的嘛 你们应该见过很有名 盖子是这种颜色的 然后现在它换包装了 然后我觉得味道也还有一点变化呢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不如上一次的好闻 然后这个的味道更重 嗯 但是它们两个效果是一样的 喷头也是一样 有一股口水味 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特别刻意的香味 我觉得像韩国的化妆品的味道 我就很不喜欢 它是很刻意的香的味道 但是如果像它本身就有一股臭味 我会觉得是原材料的味道 它反而没有刻意的去香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心理上面的一种安慰吧 但我不是很介意这个臭味 好啦 然后妆容就化好啦 是不是跟我素颜的时候状态差很多呢 我最近皮肤真的是爆差 就是问题很多 你看我那个痘 你不仔细看真的看不到 不要仔细看 不要仔细看痘 你们其实看不到对吧 近期呢我一般有更新新的爱用品我都是写 在我的微博上面 然后我会每个月都做一次 最近这么忙呢我都没有间断过这个事情 然后我每月在月底发 次月的15号 最近其实可能有点耽误 但是我都会在15号到20号中间呢做一个抽奖 都是我的每月爱用品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微博上面留意 嗯 然后我4月份的已经发过了 5月份的还没发 我也会更新在Instagram 上面也会有一个hashtag 你们去那个信息栏我都会写在下面 然后最近呢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将要上新的新刷子 先给你们看这个刷筒吧 嗯 里面的刷子不是最终版 你们大概看一下就好 然后这个刷筒呢是白色的 上下是可以吸在一起的 不知道这个灯光能不能看到 上面有我跟云端化妆品牌刷的logo 云端Renology 这个刷筒呢上下是可以这样 分开 过去 你们可以玩很久 就是可以吸在一起的 然后我设计这个刷筒的初衷呢 是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刷子在买套刷的时候都是送刷包嘛 但是除了你旅游的时候几乎你是用不到刷包的 至少我是会把刷子摆在筒里面来每天使用的 如果你是彩妆爱好者的话 你会希望方便的使用 所以我想一开始就想要设计刷筒给你们 刷筒呢一般是比较常见的是圆形 那这个就会比较少见 我设计成方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 这样子摆放 你可以把你的刷子一目了然的摆在里面 然后你在化妆的时候你可以把比如说眼部刷和脸部刷分开 然后你可以摆在你的化妆台前 然后另一个办法呢就是你可能可以这样摆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摆放呢 它会可能比较省地方 至少这个就是看你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旅游的时候你同样可以把它吸起来携带 它非常非常结实它是不会掉的 它是不会突然间就开开的 这个瓷的瓷力很强 你要是不用这套刷子的时候 甚至你可以用它来储存别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柜子里它很工整 我知道就是一般人都会比较喜欢工整的东西 不然大家也不会去蒸香去买亚克力的收纳了 所以这个刷盒子我设计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会希望你们喜欢的 那这个刷盒呢你只要买刷的都会送的 然后算是一个免费的赠送 但这个真的花了云掌柜很长时间做这个刷筒 我最近如果一旦有什么好玩的 我都会在直播里面说 因为我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去剪辑 如果我要是等到我编辑出来再给你们分享 都是过了时间了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的话 就可以留意我的直播 我的一般都是在一直播上面 好我今天说好的废话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个update吧 拜拜 拜拜 就稍微relax 不用这么认真 你是在录吗 我们早就录 真的录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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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